理髮一輩子 但人生的起伏 年輕時的賴桂蓮卻怎麼也理不出頭緒 婚後沒幾年 丈夫的生活 隨著經營檳榔灘而沉淪 最後地下錢莊找上門 財富成了幻影 為了家祭她忙著工作 被忽略的兒子竟學壞而被關 每星期一定都要寫一張牌 一張牌下來吃十幾個禁止 我就是都要寫 每次去就鼓勵 加入慈濟的他 以敬思與陪伴兒子 對丈夫從不放棄 有學生之後 還會想說 前四人我們不知道做多少人 我們欠人很多 我們就要甘願做 還反映 把心放寬的他 投入國小客府班 跟老人日託 至今十多年 年邁的婆婆也住進了養護中心 但他日日前往陪伴 我們一定都在那陪伴 就是跟這些工作都做完了 大家 好啊 阿父啊 好睡啊 我們要回來了啊 走入此季 終於等到丈夫遠離毒品 賴桂蓮的人生像是回甘的蓮子心 逐漸圓滿 我們要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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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工 楊文華 七名方高雄報導 我 不要回來了 我們要回來了 有好 Immer愛情 咱們 assault 那時候 只要重新 此 後 被紀復 端